大家好,我是小莉 今天分享一个鸡翅根的做法 不炖,不炸,简单又好吃 一起来看一下 准备鸡翅根500克 提前浸泡,清洗干净 再控干水分 在翅根的两侧,我们各划两刀 这样腌制的时候会更容易入味 准备好了以后放入碗中备用 我们另准备一个碗 加入40克奥尔良腌料 再加入40克清水调匀 腌料和水的比例是1比1 调成比较粘稠的糊状 一定不要加水过多 因为鸡肉本身含水也是比较多的 把调好的腌料倒入碗中 我们戴上手套,用手抓匀 一定要抓拌均匀 最后再压一压,然后盖好 放到冰箱里边冷藏腌制10个小时以上 这样会非常的入味 我是前一天晚上腌制的 早晨起来就做,非常的方便 准备空气炸锅 把腌好的鸡翅根均匀地摆到里边 不要麻烦的锅蜜 中间要留有空隙 这样才会受热风均匀 空气炸锅定200度 烤12分钟 现在是烤了6分钟的效果 已经有5-6分熟了 我们把碗中剩余的腌料 均匀地刷上一层 然后把鸡翅根翻个面 翻过来以后再均匀地刷上一层酱料 都准备好了以后再继续烤5分钟 又烤了5分钟 我们把它拿出来 这个时候的鸡翅根已经熟了 我们再把它翻个面 碗里边还剩了一点腌料 最后再加热一分钟 一共用了12分钟 一份奥尔良鸡翅根就做好了 你学会了吗 赶紧吃一下吧 我是小莉 明天见